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非常非常难过的 因为他们这些藏人自焚 不是因为外来他个人的他知人的世界 但是外来外来的西藏宗教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那个七十多年中共一起打压 西藏的很多我们的文化宗教我们的教育 什么的要他们要想消灭 所以说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没有像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你可以表达很多不同的意见 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但是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就是最后就是自焚的方式表达 他们没有其他机会了 所以这些对我们藏存佛教的角度来讲 自杀 我们也没办法介绍自杀 但是这个不是自杀 它是自焚 是因为外来供养他的身体 为了社会 为了民主 为了外来的西藏 像我们2009开始有这些自焚 那台湾自己的历史上面也讲 台湾的长辈也非常辛苦 为了台湾的友人自由 台湾的人权民主 所以今天台湾的年轻人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空间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像郑南宏先生也有自焚 为了台湾不是为了他个人 所以这些是一个算一个流行吗 流行吗 这听起来是真的非常难过 因为他要道歉的主要目标 不是他因为私人要道歉 因为他是代表台湾的代表 所以今天我刚前面有提到 台湾那么多年来讲 非常支持很多人权的异力上面 不止西藏 所以香港也有新加固也 或者是巴基斯坦还有印度 很多那个人权的上面 有一些努力重 那今天一个台湾的代表 一个政治人物 有提出来这些话的话 或者是他有一个目标 让中共要开心吗 那这样的话 他自己一定有一个目标 我们也没办法多说了 那如果他讲错的话 那他应该是要代表 台湾的人民来讲 他应该要讲话非常要小心的 因为你是一个台湾的代表 台湾人民的代表 所以我希望他要道歉 主要的目标是因为 一个台湾人的生意 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纪念来讲 我是在流亡出生的一个藏人 到现在 从18岁到现在 我是在活到多久也是 我继续会努力 为了西藏独立运动上面的 所以我们有遇过很多很多的国家 是看到面对中共的时候 他一定会要让中共开心 他会讲很多话 就是说像历史上面 大家怎么专者也今天没有说 要西藏独立 他要跟中国合作的 要封建道路 但是 达德朗传者从此也说 历史上面 我们没办法改变历史 西藏 历史上面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有很多国家跟中共说 西藏是一个热 就是中国 也有这种的遇过 所以说今天突然 台北市长有讲出来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怀疑说 因为应该你要让中共开心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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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